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今天我在西湖文化广场遇到了一位杭州大爷 之前当了八年兵 后来到了交通系统工作 工历也有40多年 他一个月能拿多少钱的退休金呢?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许岁八十二 八十二了 哎哟 许岁八十七岁你还比较挺精重 你是老杭州人 老杭州人 土生土长的杭州人 不是 我是老杭宁波的 宁波 你什么时候来杭州的呢 六十七年 六七年 是什么原因你就来杭州了呢 我当兵退伍 哦当兵退伍到这来了 那您现在是跟谁一起生活呢 自己 跟老伴一起 单独住 不跟子女去住 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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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个 他们 他们的这个 这个 我们 我们这个 还没到这个 还没到 推脚 你还 推脚还方便 是吧 嗯 那你八十多岁了 你身体还好吧 没什么病嘛 心病嘛 肯定没人 你去打他们就各种网民 都没人 哦 是是是 这种东西要想得开 对对对 那你要多多多注意 嗯 当兵你当几年 当了七八年 七八年 嗯 当完之后你就来杭州这边了是吧 对 那您到航子这边去呃做了什么工作呢 嗯 这 去我搞交通系统 搞什么交通 交通 交通警察啊 嗯 交通警察啊 交通过理 交通管理 嗯 交通管理 那那你算是一个有职位 有有职位的吗 交通过理 你的我们桥梁过理了 哦 桥梁管理交通管理 这个这个这个 都在交通系统的 哦 那这个是公司的啊 这个这个是算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啊 国家 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 嗯 那你在那里干了多少年了呢 对 他冰的 有 给工业哈冰的 嗯 交通 不是交通经浅 这个这个 交通警察知道啊 就是在马路上指挥的那种交通警察是吧 嗯 还有哈冰的哈冰 因为那年是 气质性的 哦 车辆激烈了 加速的 开始了 都是在交通系统 那那你你干了多少年 工临多少呀 工临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啊 这个车里当兵的工资 而且你当兵的时候也算够年 当兵当时够年 哦 四十多年 那是有四十多年 那大爷呢 那您现在能拿多少钱退休金 一万块还不多 一万块还不多 你有没有计划你将来是怎么养老呢 养老啊 养老 养老嘛 是家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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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在家里养老 尽量在家里养老 嗯 你不想去养老院 养老院啥子 养老院 你没办法 子女 到那个时候 子女围的 给我打电 啊 这个人 我 你自己家 去不去了 子女围的 你老伴是做什么的呢 那不没啊 工人 啊 工人 工人 嗯 那他退休金能拿多少呀 他就小兰 三四千 三四千 哎呦 那差差距是挺大的 真大白大白 一个工人 工人 一个这个待位 不得多关系 大爷 你像你们这些老年人 你觉得哪一方面 这个花钱最大的 是看病还是养老 是哪一方面花钱最多的 有没有肯定看毛病 看毛病是吧 对 肯定 这正常的也有报销呀 报销嘛 总在有些报名还 本人我也有报销 有的有的报销不了是吧 对 而且你 你这大的各种毛病都有 啊 你 大爷 大爷 你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吗 大的毛病 嗯 没有 没有 那就还好 嗯 就怕有生大毛病 大毛病就要花大钱 我跟你说 嗯 我看有的人 什么心脏大条 都要花几十万的 嗯 这就麻烦了 这种就不好讲了 嗯 我感觉大爷你这个身体跟你年轻的时候当兵去训练身体训练的比较好有关系 这位大爷虽然八十多岁了 因为当过八年的兵啊 目前身体还是挺好的 没什么大的病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 下期见